昨天跑完之後,今天來到青莊 參加這個最強市民測五千 那其實呢,我是沒有要參加的 是我學生慫恿我來參加的 我呢,只是剛好停課 所以我就來這裡走走 嘿嘿,大家好,我是Coby 那今天呢,想必大家很久沒有看到Coby教練訓練了 那近期呢,因為 也沒有很久啦,上一支影片來訓練 那我主要呢,今天就來教大家 如何在夏季的時候呢 有效的 避免中暑,但也不能說絕對避免 只能說我們讓大家有一些些觀念 跟一些方法,在你夏季的時候呢 進行訓練的過程中呢,能夠有效的 避免中暑,就這樣 那我們今天訓練的內容是什麼呢? 我們等一下呢,實際影片看下去,LEGO! 好,那我們熱身完了 等一下呢,我們準備來開跑今天的訓練 那今天訓練呢,就是做簡單的 短程的配速跑 那後面的時候呢,會做一些加速 主要呢,是去模擬我明天 在這個 新裝的時候呢,我會去做這個 短程配速跑,然後後面做加速 因為明天是去測5000 那實際的成績呢,大家如果有興趣 明天我會放片段 所以影片後面最後會有 呃,禮拜三測5000的這個 最後的片段跟結果 好不好,各位 如果期待的話呢,繼續看下去 那會告訴你,近期 身體狀況能夠跑到什麼程度 那因為最近還在調身體,所以 其實我預計啦,我預計明天大概跑 17分15吧 就高標了 我說實話,就是我現在的能力大概就只能這樣 因為畢竟,大家也知道我練習 真的有一餐沒一餐的,而且很不規律 那今天的主要練習的概念 就是說,我們會做一個簡單的配速跑 可能6K左右吧,然後最後2K會做一個加速 就是去體驗明天 比賽的這個整個後半段加速的感覺 這個對於比賽是有幫助的 這就是訓練法上面的問題 可是,有一個觀念就是說 不是像你想的這麼簡單,就是只做一次啦 那當然我只是試試看這個體感 那對於明天會有一些幫助 可是呢,如果實際你要這樣操作的話 可能需要去找你的教練討論,那他可能不是一週兩週 所有的課表都是做三週 到兩週以上,或者甚至更久 就看你的教練去做討論,然後去了解 你的身體狀況,適不適合進到下一個階段 不然其實這個訓練的效果就沒有那麼好 那其實我們訓練也蠻久了 所以其實對我來說呢,只要做簡單的刺激 可能就可以喚醒這個部分 所以我現在只是在喚醒我的體感 那並沒有要實際的去做什麼很強的強度 那我們實際的內容呢,我們就影片見吧 對,GO! 教練就在跑中的過程中,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夏季的時候,該注意些什麼 然後能夠怎麼樣做轉換訓練 首先呢,第一個重點就是 在訓練的過程中呢,要如何去調適你的心情 那調適心情是否重要呢? 當然在夏季的時候呢,是相對非常重要的 我相信看這支影片的人呢 除了進階的跑者以外 還有一些是初學的跑者 那教練簡單的跟大家說明一下 就是台灣的夏季呢,普遍溫度都是比較高的 那在濕度也比較高的情況下面 光我們坐著,不吹天風扇或不吹冷氣 如果不是在山區的話呢 其實身體的這個散熱功能也是比較差的 所以你可能坐著呢,就會很容易流汗 那在這個跑動的過程中 更不用說你的核心溫度一上升的情況下面 你要進行散熱呢,相對就是比較困難的 你的運動表現成績都會明顯的下降 這時候大家就不用太擔心說 我是不是退步了 甚至呢,這個時候你只要去思考到 如果你現在這個階段 能夠做到你當時賽季的運動成績表現的話 其實你都是持續在進步的 那當然呢,這也不是一個絕對 有些人或許天生就是比較不怕熱一些 或者比較耐熱 所以可能會造成一些條件上面的優勢 不過呢,大多都是會在夏季的時候 遇到運動成績表現下降的 包含我自己本身嘛 那我相信很多跑者現在應該也在點頭吧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說第二個重點吧 第二個重點呢,就是做一些轉換的訓練 改善你身心靈的一些疲倦吧 因為呢,在秋季或者賽季的情況下面 你都是去做相同的配速 跟一個目標的配速 所以這個時候呢,你的身心靈呢 也是比較大的壓力 那麼在這個夏季天氣溫度比較高的情況下面 你的心情呢,也比較浮躁 那運動表現成績又沒辦法上升的情況下面呢 你就會比較多的一些不適感 那如何去做轉換的話呢 教練最簡單的方式就是提醒大家 去做一些轉換訓練啊 那轉換訓練可以分成好幾種 首先呢,我們講到第一種 就是我們可以往山上去做訓練 那你可以降低你的強度 去做有氧耐力 去做一些轉換 去改善你的一些不同的肌群 甚至可以幫助你在這個訓練上面 得到一些的放鬆 也能夠得到你需要的訓練 那第二個重點呢 你可以降低你的總跑量 然後提高你的目標配速 那當然呢 目標短一點的距離裡面呢 做高一點的配速 可能目標就是在你的一些 身體素質上面的訓練 也就是說呢 你的比較短程的能力的提升 那當然呢 你的核心溫度也會上升的很快 這時候你也會很痛苦 但只要你注意你的補給跟恢復的話呢 相對的比你做完一個總長15到3 30公里的距離來的更輕鬆一些 不過這還是看每個人的訓練目標 還有包含你的接下來賽季的安排 最後呢是你現在個人的能力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提到補給的部分 首先呢到夏季的時候呢 最重要的就是補給啦 因為在夏季的時候 我們的心跳普遍都會比較高一些 那都是要去進行散熱的部分 在我們的皮脂層上面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身體呢 會不斷的排水 那在這個同時 你會把電解質跟水分一起流失掉 如果在過程中 你沒有適時的去補充水分 包含電解質 那這個時候呢 你很可能就會造成脫水的現象 那在這過程中呢 你可能就會造成中暑 在剛進入夏季的時候 教練會建議大家 如果大家平時沒有進行在室外 長時間待超過一個小時以上的 有氧訓練時間 教練會建議大家 真的從30、40、50分鐘 開始慢慢的適應這個熱的天氣 因為呢每個人適應的能力不同 包含你個人身體素質的不同 也會影響到你最後訓練的結果 如果你在訓練上面沒有注意到編排 其實就很可能造成你一些身體的不適 這樣子其實並沒有辦法 幫助你在夏季的時候得到更多的成長 反而會影響到你夏季整個訓練 就是斷斷續續一直反覆的中暑 甚至是覺得身體不適 所以這個時候呢 記得就可以去找專業的教練 幫你安排個人化身上課表啊 那當然COBI教練就有這個服務 大家也可以去私訊起來 好啦 那我們接著呢 我們就來講講這一次 五千公尺的測驗賽的整個過程吧 好啦 剛剛總距離8K 然後均速大概多少 你那邊大概40分 408 然後我這邊是也差不多啦 其實 4分整個 因為我後面有加速齁 對對對 後面加到大概60 加到320 那你其實就是做一下體感喔 然後看明天晚上測五千 能不能順利在我的理想範圍 可是有一個問題是說 因為我腳的內側狀況不是很穩定 有一點...不適 所以明天就看狀況 剛才後面就跑起來 雖然說可以跑那樣的速度 但是腳的控制不是很穩定 就是有一點微微受傷 之前 上上禮拜拉傷嘛對不對 大家應該不知道 反正就是訓練的時候小拉傷啦 那修了三天之後 四天就可以跑了 中間有去治療啊 但是 現在整體來說就是說 回到穩定的狀況 所以 還是先不急 然後今天訓練還算OK啦 整個體感來說 就是天氣有點熱 然後實體的感覺 反正大家影片裡面也聽到 就是 夏季要注意的事情 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如果大家 喜歡的影片繼續看下去 明天接下來呢 還沒結束 我們接下來要測五千了 那我們就直接禮拜三見吧 GO OK 好了各位 那昨天跑完之後呢 今天來到青莊 參加這個什麼 最強市民測五千 那其實呢 我是沒有要參加的 是我學生從用我來參加的 是我學生從用我來參加的 我呢 只是剛好停課 所以我就來這裡走走 那今天的目標呢 跟昨日一樣 就是可能跑個 可能七分半上下 那就不要讓自己太累 不然因為腳的狀況 也還沒有很穩定 然後另外一方面 是現在天氣太熱 那實際的影片呢 我們等一下就 下一趴 GO 好啦 那教練就來跟大家分享 本次五千公尺的整體感受 跟我對於這個結果的分享吧 首先呢 就感謝這一次尋寶網 有這個貼心的活動 那這個活動呢 就是新北標5K 那其實他們每個月 好像都有舉辦 大家也可以去尋寶網 的官網自己去觀看 那他活動可以誇獎的地方 是因為他的活動 是非常嚴格的報名 那包含現場的認領你的號碼簿 都是需要攜帶正本的身份證 才能夠去認領你的號碼簿的 所以如果你是帶影本啊 或者拍照的話呢 他是不給予認領的 大家記得這點喔 現場呢 從晶片到開跑前的講解到拍攝 到最後開始之後結束 都是由這個大會完整的紀錄 所以呢你不用擔心自己跑錯 基本上呢 他們都有志工去幫你進行這個紀錄 所以你自己如果有手錶 當然可以更明確的知道 什麼時候要做調整 什麼時候要做加速 那什麼時候要去做一個 就是最後的衝刺之類的 那反正結束之後呢 還能夠認領這個完賽證書 最後還可以認領一個 三明治跟運動飲料 所以我覺得 本場活動算是非常的佛心啊 那畢竟他也沒有收費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關注一下 然後當然如果你想要創成績 或者想要挑戰的 我個人呢 是覺得這個活動就是可以參與 但是如果你真的有什麼成績目標的話呢 這個活動 因為第一第二道 還有一些四丈跑者 甚至是有一些跑比較開心的朋友們 所以呢對於你來說呢 可能就不是那麼的友善 那我覺得大家如果參與這個活動 也可以友善一點的去面對這個活動 接著我們就來講講這一次 本市五千的體感跟賽前的一些評估吧 原先呢在禮拜二進行完訓練 大家就看到片頭的禮拜二嘛 那今天已經禮拜三了 原先呢在禮拜二進行完訓練之後呢 禮拜三呢原本是有一個設定目標了 希望能夠每公里均速在三分三十秒 進行完三公里的配速 接著最後兩公里再把配速拉到三分二十秒去做衝刺 不過呢在禮拜三一早的時候呢 其實明顯的疲倦 那從一早兩堂課程到下午課程結束之後 最後直接開車到新莊去進行這場 這個測五千的時候呢 明顯熱身的時候就覺得很疲憊 覺得雙腳很沉重 那所以大家如果遇到相同的問題呢 也不用太沮落 不是不是太沮喪 因為呢其實教練呢 也跟大家一樣會遇到相同的問題 就算每天都有進行訓練 那當然呢我自己承認我沒有每天訓練 因為大家知道我前陣子受傷 那所以身體跟訓練上面 就並沒有那麼規律 也沒辦法那麼的就是 附和我的訓練總量 那再調整之餘呢 就是從連假前 新的課程開始前的一段休息 那在禮拜二就開始一路進行訓練 那包含連假跟學生 一路訓練到這個當週的禮拜二 再到禮拜三的這個測五千 那其實訓練了七天之後 第八天呢其實明顯感覺到疲倦 那這個本場的配速最後結束 好像是均速3分40秒出頭 所以呢比起我原本禮拜天的這個 十二公里最後的五公里的配速 還要來的慢一些 甚至是差不多的 所以整體來說呢 這場表現當然不是非常理想 那對我來說它當然是一個訓練 不過呢也會覺得 確實可以知道說現在的身體 到達什麼樣的狀況 對我來說其實很明確啊 總共八天的時間 其實從禮拜二的訓練狀況是最不好的 那一路到禮拜四的時候 訓練狀況來到最好 所以我在當週的禮拜四的紅爐帝 又跑了均速4分40秒 把這個紅爐帝的這一段 上坡的這個均速刷掉了 所以就比起我原本在五月二十號的時候 來的更快 所以呢確實是有進步了 那在禮拜五呢就感覺非常疲憊嘛 那禮拜六恢復慢跑之後 到禮拜天進行了長距離訓練之後呢 一路就是身體狀況又開始慢慢的好像穩定一點 到禮拜二進行完配速的時候 我確實感覺到這個八公里的四分整是非常輕鬆了 最後還可以加到三分半左右的能力 所以我很有把握 隔天可以去挑戰這個配速 結果殊不知沒想到 身體呢又開始走下坡了 那大家會說 奇怪怎麼訓練這麼多還會這樣 其實很正常 因為你身體就是本來就是有一個週期性的 如果你的訓練越穩定 你的訓練量越規律 那當然你的運動表現能力是越能夠評估的 所以如果像我這樣子很不規律的訓練的時候 身體其實有時候是把你的能量跟體力都消耗完了 所以在你隔天要進行你認為的高強度的時候 他可能沒辦法讓你正常的表現 所以這時候呢 你也不用太擔心或太沮喪 就是你的身體呢還逐漸在做恢復 如果你的目標明確 你可以跟你的教練做討論 其實呢最後的結果呢也不會太差 所以大家如果看完這支影片 覺得自己的夏季或者覺得自己的訓練 在回歸之後 很不友善 或者說成績沒辦法拉起來 那這時候你可能可以去找一些專業教練 那當然呢 Kobe教練呢是有在負責個人化限量可表的 大家可以去私訊我的Facebook IG喔 那今天呢整個測五千的過程呢 就是差不多就這樣結束了 然後我們算是第一次來到這個新裝測五千 然後現在是吃飯的時間 因為剛才呢突然想到我忘記錄片文 所以我現在呢就來跟大家解說一下 本次的測五千呢非常的有趣 然後大家也可以期待每個月呢到尋寶網去 自己去搜尋這個場次 然後呢記得喔 報名絕對要在他這個整點報名開始搶 不然呢 不然現場名額呢 大概就只有大概三五個 那真的是很難報到 都不用考慮啊 看到好班資訊先給他包圍 所以那個行裝測五千 不用管他 好 沒有啦大家自己去看啦 就這樣子 歡迎加入禮拜三幹話班 OK 對沒錯 禮拜三幹話班 超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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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遠也可以啦好不好 對 本次呢 吹人的狀況呢 我們還是做啦 就是康浩文 然後本次放18分上翔 呃 真正的 然後我們可能是呢 是 不好練 那我們下次呢 就會再拍一個 五千六更新狀況給各位好不好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那應該就想要了解我們更多資金 去我的Facebook粉絲專頁按讚 去我的IG、Instagram 訂閱起來 然後呢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話呢 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好啦 希望到來自我們223CMF教育 我們下次見 去 去